结了婚了是什么感觉 反正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我其实能感觉到 均均有一点变化 就是会多了一点 男生那种责任感 你这话容易引起起疑啊 应该是在原来有责任感 技术上更加有责任感 更包容一些 嗯 我也觉得我更包容他了 你俩继续捧的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大家都在互相捧了 要不先 干 换个白衣 换个白衣 因为我不想别的女朋友 理我收的时候 你没有理我收 你要哭一个给你看吗 不用 我快哭了 谢谢 我真的快哭了 我吹上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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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遇到了你 定格了我整个夏天 我好幸福哦 心动信号 欢迎各位心动家人 甜蜜团聚 我们坐哪里 你不看看吗 是什么 他把我们都打出来了 哎呀 嗨 你们好 我叫吴祥薇 第一次见到大家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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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就是咱们切换油盐机 我来修理一下 吴祥薇 吴祥薇 欢迎来到我们家 这你家呀 这么大 对 就这么大 你俩 他瘦很多 是吗 我没瘦很多 我老了 老了 回废了 下一个谁来 杨凯文 赵继军 我猜无配珍珠 我猜珍珠 你猜无配 行 我猜无配 赌什么 输了十个符合成 可以 猜十个 你猜十个 三十个 三十个 没有 符合可以 十个可以 没问题 那我们坐会儿 哎呦 终于感受到 坐在中间的感觉了 好了 来了 来了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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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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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三十个 補充 哎呦 你去坐吧 下一个谁来 这个是啊 又有个看人了 哎 天花板 您好 每一个都记忆犹新的 好惊醒啊 好美哦 坐吧 啊 这怎么他俩这么 这么做行吗 咬瞅镜是我自己 肯定是得调一下座位啊 那边是 是什么 那我们看看吧 看看 看看 好 这个 这个是我们当时的 好 好 哈哈哈哈 在一会儿的节目里 我们会看到不同人的 不同的生活态度 那我们就带着一种 以过来人的姿态 来看一看小屋里的故事吧 这里是全世界最最最甜蜜的 社交恋爱观察真人秀 心动的信号 第六季我们来喽 很神奇 所以是我们看他们 看他们 刚刚好我们在录制的前夕 身为齐文CP的粉头 就知道他们结婚的消息 谢谢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这一季改了名字了 叫我们叫心动丘比特 丘比特 伙伴们 啊 啊 吃个小蛋糕 欢迎光临 刚听到说心动丘比特 丘比特就来了 好了我就来了 今天不是我们团建吗 然后我作为那个第二季的 这个代表 所以就是今天知道你们来了 之后带来了一个 可爱的一小蛋糕 就我们人都在这呢 我们切一下 切一下也行 哎女孩切吧 你们女孩切的好看点 好 嗯 那个你们这蛋糕切成这样 又不我切 哎呀我这 那你俩是吃一个还是吃的 吃一个吃一个 最近忙啥呢 发歌了那个 发歌了对 我们搬成都了 哦你们都爱成都 对 好看 结了婚了是什么感觉 哎呀 反正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我其实能感觉到 君君有一点变化 哦 就是会多了一点 男生那种责任感 哎呀哎呀哎呀 这话容易引起歧疑啊 应该是在原来有责任感 技术上更加有责任感啊 更包容一些 嗯 我也觉得我更包容他了 哦 是是是 你俩继续捧的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大家都在互相捧了哈 初次见面 好玩 嗨 对我们那时候没见着 嗯 君叔最近在忙啥呢 我拍昔雨 在组里 嗯 在哪里拍啊 我现在在香港 嗯 然后演任达华的女儿 啊 我还是老样子 哈哈 没怎么变 也还在之前的公司 对 变漂亮了 哈哈 你呢 我吗 就天天活在那个 大家的阴影之下 哈哈哈哈 我觉得每年一到夏天 就是会见证一群年轻人 在这个行动小屋里面 从开始就是完全的陌生 到慢慢彼此熟悉 你们就好好感受一下 那个 这一年他们 分享的这些爱意 怎么样 这期是很很精彩吗 这一期 哦呦这个 真爱人心的 哈哈 啊这 哈哈哈哈 很好看很好看很好看 很好看很好看 很不一样 行吧你们看吧你们看吧啊 拜拜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好那让我们继续看节目吧 哦第一个 第一个蓝衬衫 哎这一季这么蓝色吗 好美啊 哦 哎这也挺快的 你怎么跳上了就这 哈哈哈哈 哇好大哦 比我们这个强太多了 我酸了 两栋 那走起来挺累的吧 还是同一个出租车 第一个是谁 我猜是一个男生 我也想搜我水 是谁 他不是大学生吧 我挺壮的 看着吗那个背练的挺好 你的观察点跟别人很不一样 他是那个有点傻傻的那个 王凯治 放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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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 对是对是了 对是了 他肯定想想小伙没有帅 你也长一般 很好笑他们俩 这家具好像比我们的好点还 你感觉房子比我们大 还有甜品 甜品站 还是木地板呢 他们一来就都看见了 几个人 八个了已经 六个 数学不太好 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才说 有点意思可爱心 他们俩都没有交流的 两个人 特别两个人都 都是 然后我想起 找几斤喝水 三个男生就不去兜地鱼 哈哈 这有点像北京 哈哈 为什么我这么爱吃这双东西啊 别吗 别吃了 真的很像小羚羊在那边叮 他想跟他说话 就是他很主动 身体就是很前倾 学心理学 对对你看 你看他就主动发扬了 做咨询的 税务咨询 税务咨询 我是 做 都是你 你们原来金融的 金融 哎呀 你健身吗 BV 我 40 挺厉害的一般 36 就是36是我们比较平均的一个维度 就是多练一点 比较频繁一周练四五次就38左右 他能到40就还行的那种 你有多少黄正轩 BV啊 我我体重没太大 我测胸 哎呀我帮你测怎么什么40 你45都给你测出来 来来来来上尺子 来我帮你帮你 看着来啊 哈哈哈 往粗的地儿量哥们 47 7 6 哎哎哎哎呀 丢掉了 哈哈哈 这是测谎营吗 这个东西 老天爷说不能说他撒谎 哈哈哈 喂真43 略胜一筹 我没赢了 在金融街是吧 你住你住哪啊 我住国旺那边 啊 回来 我住家里回来 哦 女生 哎有人来 哎有人到了 这个男生肯定喜欢这个女生 为什么 我的第一直觉 我觉得他应该喜欢这蓝色的 你看他的眼神 没有箱子吗 你有行李吗 两个人都在问 开始表现家人们 哈哈哈 我叫王凯治 威廉 哦 威廉 威廉 鸡肉威廉 你看 你猜我 你猜我是什么 你不会是那狗吧 哈哈哈 你不是那只狗吧 你不是那只狗吧 我是兔子 你是兔子 你是兔子 这个是什么 他俩都是北极兔 我是什么 他是小羚羊 就是像那种什么mbti 要不我们也做做那个abm 来 我凉凉了 你啥呀你狗 温顺小考来 嗯 我也是 看看我们俩的默契 哈哈他也是 白天鹅 张天是什么 我是宝藏独角兽 我和天天一样 这个好可爱啊这个 童心常在66岁 真不错66岁还有童心 真是美好的一件事情啊 老顽童吗 我爱你 以我爱你更重要的是 我理解你 你怎么看 这个是真的 对这我也觉得是比较像 对 都是理智型的 对比较理智型的 嗯 快乐地结识于各种有趣人士 成为朋友 这不就是我吗 没毛病啊 没毛病啊 准 真准 这项目我王多瑜投了 人间理想型 人群中很耀眼 大脸神说清楚一点 你一直都提供着非常稳定的情绪价值 稳定的时候是挺稳定的我觉得 哎 稳定的时候是挺稳定的 哈哈 下一句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也蛮准的 对你来说爱情是 顺其自然的水到渠成 这个确实 这个一开始就是这样 那我们猜猜威廉刚刚这个测试选的是啥吧 我觉得按照这个概率来讲 它可能是我们这三种中的一个 考拉那个独角兽或者白天鹅 如果没有猜错应该是元气熊猫吧 我怎么觉得他活泼花蝴蝶 那我猜独角兽吧 那我就奋斗奋斗鸡 我猜睿智小狮 我猜坚定狼王 哈哈哈 狼王是什么 肯定有一个是中的 肯定有个中的 我打电话给他 我也在香港 你跟大家打招呼 好 传阅 嗨 老婆 咬你了 嗨 嗨 嗨 妈穿这么正式 你黑了 黑黑了 你跟我黑了 你这两个你打光没打好 现在亮了吧 光的原因 光的原因 嗨 嗨 跟镜头打个招呼 嗨嗨 好多人 然后你做那个测试了吧 做了 你是什么 俺是机智的百灵鸟 这是什么 这是哪一个 等会我们是不是都猜错了 没有 我跟黄正轩是一样的 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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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用的 没有 没有人坐我旁边我很伤心 他们都一对一对的 我来也不是坐你旁边的 那你坐哪儿 坐我们俩中间 你别害羞 你那么脸红 我好饿 我还没吃午饭呢 好 行 那我们先放过你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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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美女 张钦 感性小鱼 对 目前还没有看到跟我们一样的人 为什么她总是这么高兴 我要留意她是不是对每个女孩都那么开心 点你呢 有情况了 爱情就来了 跟上 终于不在厨房了 探索了一下 哇 这什么 哇 不是这有点过分了 这女生的房间吗 不是不是应该是个娱乐室 她把人关里头了 哈喽哈喽哈喽 好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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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都是用这一招 这就是破冰技巧是吧 你为什么一上来就说你好帅 因为真的很帅 然后 你能理解就是里面两个男生刚见面的时候 都会有些拘谨吗 很正常 你再拿上去 北大 北大 先做一下 是学霸 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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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一生比一生大 你们觉得身材好比较吸引还是学霸 还是四川人的 四川人 超过得帅 不帅吧 你很喜欢这类型哈 什么你喜欢这类型 你是不喜欢这类型男的 他问你呢 你俩聊天吗 我被签到 没关系 这都领了现在随便说 对啊 喜不喜欢那黑衣服的男的 哈哈哈哈 我太难了 不是我要喜欢就可以直接说了 说别的不是不好吗 怎么说呀 他要坐在 是我的CP 我觉得他俩有戏 有戏 大猴他想坐在最左边 但是 你看 他先抢啊 我不说 我就说小猴 他先抢他的衣服 可是他把水杯 哎呀 姓猴的都给你们针手边点 怎么就拿走了 他好 给你看他们两个猴在抢这个位置 很气 然后他被迫坐到中间 嗯 全是鸡皮疙瘩 一身鸡皮疙瘩 真的常常会看到你就会觉得回到那 小时候的 那我们下午就不见 不是这个问题有点笼统 肯定大家都年纪增长了 社会经历比较丰富之后 对待一些事物的看法也更加复杂了 对吧 包容能力比较强了 你们俩呢 那么成熟了现在 有什么变化啊 我帮大家问问 肯定大家更好奇你们 你说吧 其实就是从一个 应该是幼稚到快要成熟 但我觉得算成熟了吗 我觉得男的多少岁都就是会像小海 内心肯定是至死是少年 但是对外的做事肯定会长大了成熟了 你呢 我来拿了 就四年其实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我觉得你们肯定也有这种感觉 就唰一下四年就过来了 就是我个人是有更放松更自在一点 很多事情它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们活好每一个瞬间 享受拿下来每一课 我觉得这是我四年来 学到的很重要的事情 好长大了 长大了 长大了 内心更强大了 确实确实 我跟那个时候的自己来比 可能我觉得我的生活当中很多的优先级不一样了 就是我可能觉得四年前或者五年前 我对生活理解是 我可能是以我自己更为中心一些 但可能四年后到今天到现在 可能我更多的是要以我身边的人为中心 我的父母我的爱人 然后我的朋友们 就是会以他们为更中心多一些 更要有一些家庭朋友工作的责任感在身上 中年男人的感悦 中年男人的感悦 是吧 要不我们来玩个游戏吧 就是我们说一说这四年来自己做过 但是别人没做过的事 来吧 黄正轩先开始 黄正轩先开始 我中过牙 老这么快吗 都就搞中牙了 不至于 就不至于吧这种事 不至于 四年衰老有点快是吧 那都落呗 那我 我有老 他们断要不就是你断 等会儿 等会儿 想一下 想一下 我自己断一个吧 你们下来吧 自己断一个可还行 到你了 我有两只猫 我也有两只猫 断吧 我这四年来搬过三个城市 我没有 到你了 我这四年还在之前的公司上班 厉害 我跟我偶像 演过电视剧 还有他微信 厉害 厉害 我的B位超过了四十 那我也是 那你自己扣一个 什么 想让你们 不知道说什么 我 想让你们 再来 再来 嗯 这么快 第一天就告白了 哇 好快哦 哇 我是这么大 哎那如果给你这机会 你报吗 他第一天选无评 咳嗽了 战术咳嗽 咳嗽 咳嗽 给你这机会 你报吗 他报啊 还有 他报小猴吧 我觉得他可能报 可能报我感觉 都在封 他真的就是 他要写了 他写了 小猴 他写了吗 到底 写了 他写了 你看我都说他玩一下嘛 干嘛 可是我们还希望他写了 对啊 哦 双胞胎 双胞胎 哦 你看我说是双胞胎吧 怎么眼睛亮了呀 哈哈哈哈 不好发这样Q 哇 哎真的一样的耶 他俩是 来了 萨摩耶 暖男 萨摩耶 嗯 同时来 嗯 那他们聘个车就好了 那他们聘个车就好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是一个起点 他也走错了 好可爱 都走错了吗 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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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不应该半一跤 然后他把它救下来 所以他们会换房间吗 应该可以串门吧 应该是 每天蹲在楼门口等着他出来 这有点 多浪漫啊 你们是六零一还是六零二 六零二 六零二 就是六零一 啊 啊 啊 去错了 终于知道了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 也好可爱 哈哈 头也不回 走喽 太白洗了 哈喽 终于等到女嘉宾了 他们 刚好两个男生 两个女生 哈哈 那个企鹅压轴还没出来呢 那个企鹅 对 还没出来呢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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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来了 背景音乐都换了 啊 这是企鹅 看着好像确实很高 他长得不像企鹅 他长得不像企鹅 你长得像考拉吗 他又走错了 所有人都走错了 所以一定是路的问题 我拿他们来错了 哈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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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情况 企鹅 完了 就是他心心念念的大企鹅 企鹅 惊喜 哈哈 哈哈 好开心 他们俩 能不能收着点姑娘们 他们好开心啊 哈哈 这太明显了 我的室友在那边是吧 他其实蛮高的哈 嗯 那好那我先过去看一眼 然后一会来找你们玩 好 去吧 来了来了来了 我们去迎接一下 哈哈哈哈 哈哈 你没有 所有人介绍的台就是都 都 都愣一下 都愣一下 我我我我我我 我有觉得你会 做饭吗 不会吧 他们 要他们就去对面房间吃了 对都去对面蹭的 行 很近期 很近期 那你有没有什么好记忆的 小期大期都可以 好 我叫李玉妹 那你不会也是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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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他备注的是狗 宝 哈哈哈 狗宝 哈哈哈 我给他备注是呼噜 呼噜 呼噜 他是小弟爪 小弟爪是什么 小弟爪 啊对 他以前不是本来是小爪嘛 小爪 小爪 小弟爪 嗯 嗯 现在现在叫喳喳猪 喳喳猪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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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那个订婚那个音乐 喳喳喳猪 喳喳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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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喳喳 他俩不应该有小讨论吗 果然 他们讨论了开始 哪一个 这个菜 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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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喜欢姐妹 快快 这个太真实了 这个 他有小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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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小眼神 他就是确定了 你看懂 就是 他是问他 喜不喜欢右边那白衣服的 所以他不知道 姐姐说不喜欢 对 但是那边说喜欢那个 绿衣服的那个哥们 接下来进入推理时刻 开始了 开始了 这么多人 开始了 先分析分析 接威廉 我选的是依依 我也选依依 选依依的 一 二 三 四五 我选了那个张晶 那你聊聊吧 为啥就你不一样 看他们就是感觉挺对眼的 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是挺大的 但是我一 自从一一一回来就明显态度就不一样了 猴哥呢 我选的是小猴 我也选小猴 小猴 小猴 他都给他做饭了 做一堆辣椒 对啊 小猴互选 一致通过 可以 孙静 孙静 我觉得他和姐姐互选 我也是 李玉娇 人家李玉娇不是都 说不感兴趣了吗 那是妹妹 妹妹摇头 哦耶 哦耶 看看吧 揭晓一下 来吧 哎 直接就出啊 哎呀 等会儿等会儿 很精彩 哎呀妈 哇这些人藏这么深啊 真的选了一个人哎 上胞胎 哦 哦 我的天啊 哦 所以他那个摇头的意思是 哎他来了你别说别说 哦 哦 哦 然后被人说就说就说 哦 这么回事那分析明白了 很精彩 所以他们俩选了一个人家人们 这是去约会了吗 哦 对 哦 他要选座位啊 随便做一个吧 要保守 选了边角 哎 哈喽 送你一个 小 哎 他把他自己送给他 拍的那个线索那一只吗 好可爱啊 对我觉得也可以回去以后用来捣算 我觉得女生本来就是比较喜欢这种细节中的浪漫 哦 对细节 对对对 我是我们两个有一段时间特别忙 然后事情很多 心情就会 情绪变得有点烦躁 然后那天突然乔西君好像就出去健身了 健身回来带了一小束花 然后画上面有个卡片 大概意思啊 说希望这是一块橡皮擦去擦掉你所有的烦恼 啊 啊 啊 切花板 啊 啊 还得去搭新秀 我都忘了 我们不觉得这是一个什么需要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哎呦 是 你们好好想一下 其实就是你觉得你的女朋友不高兴了 或者说压力很大的时候 哎你给她买一束花这个 这就是你在乎她的感受 对对对 但是她有时候经常会买花 但是那一天是我没有想到就是她出去健身了 啊 就是她出去健身了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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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okay how cruel and kind of love 他俩就是一个秦淮一个北大 哦 哦就哦 不是你跟我说这些人 肯定是不信的 开始了开始了 你这样开始怼了吗 这么快就开始怼了吗 开始了开始了 威廉真的很开心 我可以感受到他的开心 专心吃瓜 你眼神完全变了 变眼神了 我明白了明白了 点头 刚刚还挺合身 这个是啥 哦 看到了看到了 看到了 我的天啊 声音都变了 他好无奈哦 他是那种 我的天啊 他还在摸摸 北大的 新华北大 他还说 他还说 让他跟你说 作恶 水 哎呀哎哎呀 乾杯 放下 什么 快点 全套全套拿出来 哎呀 你看这个狠劲 你说 两屋的人一起 哎呦 直勾勾的 他看着他 他头怎么了 他头祸到了 就是 就是今天出门的时候见到你了 然后就是好运嘛 然后好运来我红运当头 哎呦 很会说 他很会说话 这也是个会聊天的 哇 好漂亮啊 哇 这谁啊 一夜是不是 哇 哇 哎鼓掌 什么 鼓掌 我叫鼓掌 他的秘方放在碗柜里 可以 可以来偷 随时点 看来功夫不在书面上 他说了句什么 他说看来功夫不在书面上 哎呦 我天哪 这句话可绝了 他的意思不是就是说 他的食谱都在脑子里 不在书面上吗 你当他一语双关吧 听者有心就会听场 小村社会 你看他的眼神 就是他会花很多的时间去思考 因为他是会选时机 去做事情的人 各位 我们下期继续 哎呦 怎么在停了 这有一种 以前看电视剧 然后突然给你插掉 插广告 来个东西 勇敢的人先看世界嘛 那我觉得他们其实已经是非常勇敢了 他们已经能迈出这一步来参加第六季 然后我觉得那肯定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决定了 希望他们可以好好的感受整个过程 然后除了爱情还有友谊嘛 我觉得都是可以去收获的 播出的时候 可能网络上会有很多声音 就保护好自己 不让自己受伤 而且我觉得看了这么多季 只要真心实意地在做自己 然后并且真的让自己快乐 希望大家都已经积攒了足够多的勇气 去面对快乐和不快乐的事情 对 不要太以结果为导向去审视之前的过程 我最终没有成 那我之前的努力都是白费的 其实并不是 其实真诚面对自己就好 这是一个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 可能在面对这些多重的评价时 其实可以去关注在他们本身拥有的东西上 而不去说是过多地看别人怎么想 刚刚我一进门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瞬间 我感觉好像自己又回到了小屋 我觉得那一刻都是我们友情最开始的时光 但是我一瞬间马上又抽离回来了 我知道那也是我们回不去的最开始 如果你想要走得快可以独自上路 如果你想要走得远也可以结伴同行 坚定不移是好的 犹豫不决也绝对不会是错误 能够相互选择是一种幸福 然后独善其身其实也可以很美丽 还有一句 他不用去小哥 如果真的就是有两个人就是在节目上就是牵了手的话 下了节目之后 我觉得才是生活两个人真正的开始 爱情它不是一个真的可以在短时间内就是具备一个完整的一个真正的样子 更多的是线下的生活 然后是处在每一个当下 活在当下活出自我 谁自豪 请 你们谁写 配别写吧 配别写 好 自豪 没事 活出自我 真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